大家好,我是下妈 今天分享一款好吃好玩的印度脆球饼 面粉的神奇变化,以免空心,表皮酥脆 准备500克杜南面粉,10克盐 搅拌均匀 加入清水,260毫升 这个面粉吸水性比较大,后面我又加了50毫升的水量 再加入80克的麦芯粉,30克淀粉,5克泡打粉 再次搅拌均匀 下手揉成面团 揉着光滑后,加入15克的食用油,把油揉进去 直到面团完全吸收 盖上保鲜膜,松弛15分钟 松弛好后抹油按开 再用擀闷脏轻轻擀开,擀薄一点 擀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擀破面皮 如果没有杜南面粉,也可以用烫面 也是可以完成的 再找一个饮料瓶盖,压出圆饼 将我们的面饼生胚就完成了 起锅热宽油,筷子放进去有密集的气泡 再放入面饼,只需要2-3秒钟就可以浮起碰胀 做这个不能分心,新手最好是一个一个砸 一面焦黄,起小泡就可以翻面 这样一个泡泡饼就砸好了 淀粉最好是用木质淀粉,比例还可以多加一点 这样外层的气泡就会更多 如果破皮的话就不会膨胀 单吃起来的话有一点像油饼 脆球饼就做好了 吃的时候用手扣动 里面可以装上自己想吃的各种馅料 原方的绿色调料我没有复刻出来 但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去调一个酸辣汁水 蒜末,洋葱末,香菜,生抽,香醋,辣椒油 搅拌均匀即可 鲜料可以加入土豆泥 我放的是凉拌则二根 再淋入酸辣汁水 味道还不错,脆香中带着一些酸辣 喜欢,可以说量起来试一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妈,下期再见